好另外最后一届担任议员的庄之财 今天则是提出了香榭大道大理石扑面以及排水问题 矿石税的征收经济部是否有后续的回函 花莲跟台东的观光发展推展的差异 先议员庄之财由于是最后一次的任期 在这一次的定期会当中提出了长期以来关心的议题 对于花莲观光渔港闲置空间以及天车使用力不佳 香榭大道御豪大雨时淹水无法排除等等议题提出咨询 自从你做了香榭大道以后一下大雨的原则 但原则原因我不知道原则什么原因 但至少做了一个原则吧 你要过来解决 第一个 第二个 香榭大道两边 中央何止是叫你复缘西呢 你做这以后 怀斩的指导 也不如丢丢合备 大家担心担意 又护杖死板 今天最主要就是指寄的内容 希望新的县长能来解决 目前花莲县政府所留下的一些烂摊子 比如香榭大道 比如花莲港 观光渔港的那个蚊子馆 包括科学园区 包括阳光电影城 这些烂摊子必须要由新的县长来把它解决 尤其是我们花莲县市观光重县 刚刚有提示很多的活动 包括景点 也需要新的县长能把它解决掉